千里之外来了一匹老鸭 老鸭是为什么贵 看完这个视频里就明白了 这个叫什么滴滴答答的快递 十分的暴力 三分之一的数字都断了 这一颗直接把土球摔成了八八 今天选两颗卖不掉的换盆 老鸭是贵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品种好就贵 二长得慢年功贵 这一匹老鸭是看着果蛙的原生雪红果 无麻果色正 你猜猜这样一颗下山庄能卖多少钱呢 老鸭是长得慢 用盆越大生长越快 种庄稍微深一点 缓苗会更好 因为长得慢 不要的枝条第一时间剪掉 造型也要趁早 枝条太粗会很脆 不容易造型 即使是小枝定型 拆铝线也要尽早 如果留下铝线泪痕 以后很难愈合 做好定型 剩下的留给时间 这一颗太小 看起来像是送人都没人要的样子 很多人不知道 一个好品种的老鸭是 即使是一颗根苗都很珍贵 一根苗卖几百的 大有人在 这颗根系还不错 给它换一个瑕疵盆 种进去三年不换土 这颗是我前年高价买回来的一个品种 盆小图少 一年多没怎么涨 给它套个盆 希望今年有个好的涨势 五公分的接水盘 底部打孔 垫上三公分的大格力风化图 一个专属沙盘就做好了 猜猜这颗黄精灵多少钱买的 猜中有奖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